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央视发布五四青年节策划明星海报 不小心暴露肖战这项数据 央视发布总台纪录片中心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 邀请了几十位极具影响力青年演员真诚接力 目前海报宣传出现的明星有朱易龙 热巴 宋祖儿 郭麒麟 宋义 杨幂 金晨 周冬宇 肖战 其中 粉丝数量较多的明星具体情况如下 杨幂粉丝1.1亿 朱易龙粉丝2933万 热巴粉丝7369万 周冬宇粉丝3123万 肖战2900万 龚俊1400万 然而 根据央视发布的《各位明星海报宣传》 各位明星最新的点赞数量情况如下 龚俊有2.7万 热巴有4.5万 朱易龙有3.4万 杨幂有1.4万 肖战50万 其余明星皆不足1万 这数据意味着什么 首先 粉丝们的活跃程度并不与明星的粉丝数量成正比 在粉丝活跃度方面 龚俊居然超过了杨幂 显得明星们的粉丝数量就是一个笑话 其次 肖战的粉丝活跃度在一个小时内 点赞数量达到了47万 与其他明星相比 不是一个量级也从侧面验证了 肖战的人气超高是不争的事实 相信随着时间推移 央视还会陆续发布其他明星的宣传海报 那么必然还会有其他的明星的数据出现 但是可以推测 很难再超过肖战的数据了 了解肖战的人都知道 去年以来 肖战莫名其妙地经历了数字事件 直到今天还是黑粉主要的目标 许多人不明白黑粉为什么要去黑这样一位正直阳光的人 现在 看看央视发布的这个海报宣传 答案就很明显了 这只是一次明星分开的单独宣传 肖战就能够以断层的数据脱颖而出 与其他明星们拉开距离 这样的光彩夺目 怎能不招人嫉妒呢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可惜肖战的这棵树后面 有坚挺的大强作为他的后盾 风催得有点难